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时候像非人类学家 有的时候像电视剧导演 你不知道他讲的好像是经济 但是实际上他还讲人心 经济学家一定会这样 贝克也都是研究各种人类行为 但是贝克研究甄嬛传 也包括 他也谈电视 他也会喜欢 所以咱们得学习电视剧 我们前一阵聊过一回 叫狼牙榜 结果仨嘉宾 我说这么看 结果就看了两集 说了一回 那位观众把我们骂的 就说你们就看了两集 还好那集我没参加 你有什么资格评论 所以我现在正在追看狼牙榜 等我看完了再说 所以呢 我一听王老师说 说从甄嬛传 那个字念什么 敏月 敏月 从甄嬛传到敏月传 他都有研究 我这就不敢说话 因为我这俩都没看过 都没看过呢 我就去问看过的人 我说这个王老师的观点 对不对 你先说你什么观点 什么观点 甄嬛传 敏月传 其实都是反映了一个东西 中国几千年政治的核心 就是一个字 狠 就反映这个东西 甄嬛传里最坏的是谁 花飞 No 廣后 No 甄嬛 甄嬛最坏 因为他差点让大清的江山改变了颜色 他和皇帝的弟弟搞在一块 生俩小孩 而且皇帝还挺喜欢他 有可能他继承皇位了 有可能在理论上 因为他是最坏的 那你看 我不是就问人吗 问这个看过的这个甄嬛传的人 我说那这个王老师的观点 是不是说明 就是说甄嬛 这部电视剧 讲的就是一个好女人变坏的故事 后来他说你也不能这么说 说到最后甄嬛呢 一开头是好的 但是后来在这个宫斗当中呢 他渐渐知道了险恶 然后渐渐自己也变成了个斗士 然后呢 但是呢 就是说 这个电视剧看到最后呢 虽然他把皇帝都给要死了 好像是 说但是呢 就是你会同情他 他也是不得不如此 他要不这样 就不行 对 这在一定意义上 您说的是对的 我们就说看见一帮女的 就是求这个男人跟他睡觉 求着皇帝跟他睡觉 本质上是怎么回事 这种公平之间的争斗 这就是这些道德 他们必须要争着上位 为什么呢 因为皇帝呢 他皇帝跟他们睡觉是工作 皇帝不可能只跟一个人睡觉 因为他会罚的 为了生出一个好后代了 要养很多的女人 三公六院七十二非 其实他也 就是说不是他真心愿意 但是为了有子嗣 你得有健康的男婴 所以说必须跟很多女人睡觉 跟一个女人睡觉了 罚呀 因此呢 你们就得争 争争争这个皇帝 让他跟你睡 所以说这是职业道德 皇帝的职业道德是什么呢 就是不能喜欢某一个女人 不能专宠 太后最英明 这个电视剧里 他就说不能让甄欢专宠 专宠之后 只跟一个人生小孩 生小孩要傻子怎么办 光生女孩怎么办 等等等等 所以说皇帝的职业道德是说 不喜欢任何人 而妃子们的职业道德是 甄嬛他们的职业道德是 要争宠 没有什么善良厚的 这个东西 皇帝必须冷酷无情 这是他的职业道德所记 你觉得 这文道你看过这个吗 你也没看过 我不太看电视剧 没有任何的偏见 只是没空去看 对 但是你要这么说 我也能理解 你比如当年也有人说 这个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 是他要不杀他的兄弟 可能他的兄弟就把他杀了 对吧 你觉得这个你死我活 是中国历史的 中国政治就是这样 中国政治就是这样 如果我位积人臣做了皇帝 那天下就是我 而我离这个东西 跟我兄弟之间能有多大 比如说你是太子 我是你兄弟 我跟你能差多少 就差半步之遥 我为什么不把你搞掉呢 我们就生下来 他就准备当皇帝的 他为什么你当我不当呢 李世民有什么道德可言 他把他弟媳妇也睡了 他把前朝的皇后也给睡了 皇帝就是没有道德 就是狠 就是没有人心 没有道德 没有这个 唐玄宗睡的好像也是儿媳妇 是不是 当然了 这叫亲儿媳妇 什么叫亲儿媳妇 但是你要这么说 咱们看的一些个美剧 什么权力的游戏啊 什么的 那也是逗狠啊 哎呀 他那个狠有什么狠的 他这是技术上有的狠 咱们这是心上 就是根上就狠 那不一样的 没有任何忌讳 我觉得其实古今中外 这方面不会差太远 就是你包括 最近还有一个英剧 是改编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小说 叫狼听 是BBC拍 我很建议大家去看 因为拍得很好 演员演得很好 然后那个 对 我刚刚说 我没有看国产电视剧 对 那我从阳媚妄 对 看了看这个 然后呢 那个看这个 他这个BBC这个 原来小选的小说就好 他讲的是那时候 就是我们很有名的都夺王朝 那个缺连缺几个老婆 连杀几个老婆 那个皇帝的那个故事 他们其实也是很心狠手辣 也是一堆名争暗斗 也是一堆女人 就要求皇上跟他睡 求国王跟他睡 但是我觉得 有一个分别呢 是一个古今的分别 就比如说 你在看到纸牌屋的年代 纸牌屋也是心狠手辣 也是坏透了 但你相对你会发现 他那个坏心术 是很接近的 但是坏出来的结果 比起我们看这些古装片 其实还是有距离的 古装片坏出来可以很坏 死牌屋到最后死的那个坏呢 实质对人造成的伤害 其实没那么大 比如说不会动不动砍头吧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就是政治规则很重要 就古代的 如果你王权那么集中 你那么独裁 你那么密实的政治 你那么不透明 你权力都是在后头里面运作的话 那你就怎么搞都行 但是当你一切摊开 接受监督要是透明的 你的规则必须明确起来 这个时候当然你可以说 我们还可以搞潜规则 但是潜规则 它比起完全没规则 是两码事 你说太对了 但是我倒看见说这个 人民日报都发表评论 人民日报就是说啊 就说现在的这种公斗剧啊 公斗剧 我觉得他也挺能白乎的 就是说啊 这个闹了半天 这些女人的这个争宠 说实际上还是男权意识 因为这个就在男人一念之间 你们谋划了半天 其实就在男人一念之间 就能毁了你的一个梦 就那意思啊 好像还是这种女人的 就是传统上 这种女人之间的这种手段 他皇帝是个垄断者啊 你女人还能跟女人产生什么感情 你找别的女人有什么意思 别的所有的女人都是你的敌人 那个那个垄断者才是你 你只能从他那得到 任何你想要的这个好处 你才可以的 这是很正常的 而且中国 就像国企垄断一样 而且中国以前真的 这方面就是父权社会啊 你如果拍公众剧 你拍那个时代 他怎么可能不是父权的反应 他当然是父权反应 你比如说唯一一个女皇帝 都还挨骂挨了那么多年 是吧 那你难道今天的中国社会不父权吗 今天中国社会一样很父权啊 对 女权分子还得还得犯事呢 对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啊 放的太多了之后啊 会对这个社会有不良的影响 你看一开始说 前些年叫什么 康熙啊 汉武啊 他拍这些 讲的是男人之间的这种争权 现在这两年比较时髦的呢 是后宫里的这种 我想提这个 就是人民日报啊 或者新华社 以后不要太关心 我们的娱乐电视节目 怎么拍了 他每次都 每隔几年 我们就听到有关部门 或者有些评论 官方评论就会说 这种戏太多了 对社会有不良影响 但他从来不想想 为什么这种戏太多了 所以每次 你出一个评论说 这种东西太多了 那大家只好都去搞什么了 那自然的就轮到 B种东西太多了 那B种东西又不准搞了 那就去C种东西多嘛 你看过去几年就是这样 穿越剧太多了 有不良影响 到了你不是说拍抗日剧太多了 那神剧就出来了 那然后你抗日剧也不太好拍 那我拍历史 或者虚构的历史 那行 那也有不良影响 那最后弄什么呢 这就是人民日报 有点多虑了 或者是狐狸狸了 那大难天宫呢 那看完之后 人们也会有什么感觉 那大家都疯了 都想上天嘛 没这个事嘛 有什么事啊 他只是个娱乐 但是他也召见了说 确实我中国人有句话说的 你大家肯定都不同意 叫罪独富人心 实际上就是这个公斗 就是这个东西 对 其实反过来说 就是妇女并不 他天然的说 他在伦理上的道德上 本来就不强于男性 对 反过来说 也不光指女的 就说中国这个传统上 还有亮小非君子 无独的丈夫 对 所以说这种政治 一定要过渡到现代政治文明 你真是 就咱们这个祖先 有些时候 可真是够绝乎的 就是说 那种 我就觉得那种完美 也不叫 就害人完美强迫症 诸九族 你想动不动 就诸九族 就等于把你的学生 把你的什么 一杀鸡摆口子人 那就是彻底绝了 你将来可能反对 我报仇的这个根 对 就能够到这种一个程度 你不狠 你不狠 也就是我们 都是这种书嘛 女人不狠 地位不稳 这就是中国政治 如果你不狠 有一点人资之心 可能反过来 你就完了 所以说 大家比的都是狠 所以你看流传出来的 那个传说 都是叶克纳拉 叶克纳拉是 死绝了之前 就是发的毒事 我叶克纳拉 哪怕最后 就剩下一个女人 也要灭了你 这个诺尔哈赤 甚至是当年 那个处随三户 亡秦必处 就是他让诱导人们 好像你要灭他 你看咱就说 一将胜勇追穷寇 就是绝不能 也是这样 弄死你 不过那是因为 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网 就我们没有那么强调个人 你比如说你在别的国家 你比如说看英国的中古史 或者欧洲那些封建王国 他们的历史里面 常常出现一个情景 就一个大臣吧 他得罪了国王 然后把他弄死了 但是呢 这个大臣的儿子 还继续当官 还升官 这个大臣的一帮的 门人雇员也都还在 绝对不会说 你这个大臣失事了 我把你全族人 朋友全都干掉 我觉得里面有很大的分别 他们那个政治 或者社会的原则 是挺个人化的 就是你是个人 我知道是你得罪了我 我看不上你 跟旁边人无关 那旁边的人 也没有责任觉得 你这回失事 我得帮你报仇 也没有这种责任感 但中国不一样 中国是一个一套一套关系 亲戚的关系 朋友的关系 私事关系 一套套关系 所以当你觉得 一个人得罪了 你就要把他关系 往全灭掉 对 这你要从生物学上来讲 那就是把反抗的基因 都给你铲除 对 这是 这个现代政治文明 或西方文明 它的核心是宽容 而中国人就是很 就是我说的不宽容 你没发现 直到今天 其实我们没有一个 整个这个 我们的文化还是这样的 就是没有宽容 你单位也是一样 对 单位也是一样 就是本大雄刚才讲的东西 就是西方文化是以个人 尊重个人为核心的 而中国是强调什么 集体 可能知道什么叫集体 没有脱离了个人利益的 集体利益 凡是说我们要维护 个人利益的时候 那它实际上 就是要害人的意思 就是因为没有 除了个人利益 这个天底下 没有别的事情 但是我们说 为了集体利益 我们就要牺牲你个人利益 好了 我就把你 哪怕你为集体就牺牲 我们鼓出一种牺牲 为了集体利益 你就把他牺牲了 就要告诉你 都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说这就是文化 这个东西 实际上市场经济 和说到底市场的本质 就是俩字个人 因此中国人 离真正的市场经济 离现代文明 其实差得很大 那我就有问题请教你了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就说咱们讲很多事 要有源流的 它才自然 有来历的 比如说你像 搞什么现代 现当代艺术的 西方一个搞怪的 你能追溯到它的源流 它一步一步是怎么来的 中国这个有些东西 是横空出世的 是没来历的 我就讲这个市场经济 它好像是嫁接在 咱们文化里的一个东西 那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你看从这个新术 你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这种宫斗的新术 仍然存在 这种宫斗的这种新术 狠的这种新术 就加上了现在的 这种市场经济 它出来的是一种 什么市场行为呢 它就是没法再恶的意思 你看现在 说是社会主义国家 搞市场经济的 中国是独一份 因为过去马克思也说过 社会主义是不能搞市场经济 只能搞计划经济的 米塞斯也说过 要么社会主义 要么资本主义 是市场经济 所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人类前所未有的伟大世界 可是发展到今天 我们就发现说真正的说 发挥市场力量的时候 我们总是特别犹豫 你说到这个让我想起来 我前几天听 有朋友跟我讲一个段子 不知道是真实讲 他就跟我解读这个西游记 就如果可见西游记 就算拍成电视剧啊 今天再拍啊 我们所有这种电视剧 都能够用来给我们中国人 解读我们中国社会的特性 中国的特性 包括西游记 他跟我讲这么一件事 说西游记里头有这么一段 但是我没印象 不想你们记不记得 就说孙悟空 后来护送老师 到了西天取经成功了 看到如来佛主 没事了嘛 就聊起来 聊起来就问佛主一件事 佛主啊佛主 我有件事搞不明白 什么事啊悟空 他说 这个我当年大闹天宫 啥天平天降 二郎神啊 那全给我搞得一塌糊涂 结了我就怕 那为什么我后来 我护送师父过西域 来西天这一路上 碰到尽是些小妖小怪 就那么难搞 这怎么回事 我也不教得我功力下降 他们那么牛吗 那佛主意味深长的告诉他 你不懂 天兵天降那是什么 那是给政府当公务员 不用认真干活 来了来了 哎呀 瞎闹一下 最重要自己别损伤 走了撤了就算 你后来上 你来西天路上遇到那什么 那是帮创业者 基本上就是马云 这种人 那股痕迹不一样 我还请教你一个问题了 就前一段我在朋友圈里传的一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说是英国的一个杂志 拿这个马云做封面 但是呢 就是这篇文章 甭管是不是真的 这个观点是值得说的 就是说 英国搞一个这个电商 也很容易 就是他是认为这个中国啊 就是这个政府太纵容这方面的经济了 就是比如说英国为什么 没有搞这么一个电商的这个平台啊 因为啊 每一个店铺 街上的每一个店铺后边 都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 而且呢 人们出来逛街 人们出来逛店铺啊 他并不仅仅是这个店铺赚了钱 他带动的是相关的整个街上的这个 各个产业和社会生态 他说但是中国的这种 像这个搞这种这个电商啊 搞得这么火 逛棍节 卖那么多啊 他实际上这是某种合则而鱼 就是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就是英国人下下下说了 所以说英国太保守了 他们他们已经落伍了 马云这个这个这个阿里巴巴 是吧 淘宝 这都是伟大的企业 因为他极大的降低了中国人民购物的成本 增加了快乐 他是这他这就他表面现在来讲 他还是正常的 那可能带来很多这个店铺的实体店的这个倒闭 那是因为你卖的比马云贵 消费者是要买便宜东西的 那最后人们都不上街了 全在家里在网上帮帮帮 因为就假定说现在这个就疾病都消失了 医生都失业了 这是个好事 所以这是个好事 本身就是消费者省钱了 本来你那个东西是不实体店 本来对很多商民来讲 本来是不需要的 这是一次革命 这是给人民服务的 马云是为人民服务了 我王老师这经济学家观点 但我感性直观上 我的确过去一年发现一些有趣的变化 我现在自己做一个读书节目 每天晚上在街上拍 我真的在这一年来啊 看到街上是有变化的 就北京很多街道 那个店铺现在真的是空了 关了 租不出去了 商店关门 所以我开始会想象 也许在过十年的时候 我们的城市像北京 那时候雾霾就不会 不会 也可能会另一种多 对 是怎么样呢 就是满大街都是黑街 都是黑的 也没有饭馆了 也没有了商店 所有人都在家里面 对着电脑对着手机 但路上很拥堵 因为全是快递 对快递小哥 快递小哥 在快递食品 快递这个商品 那个城市景观很有意思 您这个想象是很有意思 但是不会出现 为什么 因为像吃着喝喝这些东西啊 在网上是解决不了的 现在也有啊 但是那是 但是肯定是非常少数的 比如说它实在是没有时间了 像雾霾太严重了 我送到家里吃火锅 但是这体验式消费 网上是没有的 体验式消费 就是它就得到现场去 比如有人就喜欢看电影 在电脑上看是不行的 电影院灯光一黑下来 这个屏幕亮一亮起 我享受这个过程 对不对 所以说实体店还是需要的 只是形式是不一样 那种比如说这种 百分之商上一类的东西 肯定就要 基本上就要消瓣了 但是吃着喝喝这个 已经将来肯定还产出了别的消费形式的 可能还是要实体店 比如说像书店 亚马逊正在准备开实体书店 为什么 他有的人需要这种体验 我把这个书拿起来 这样翻一翻 我都要 整个书店都要开一看 这些东西是不用担心的 你知道底特律 现在差不多是个空城 这不是表示美国衰落了 这是美国正在迅速崛起 传统产略 失落的时候 大家都很北 就像美国过去 三分之二是农民 农民进程他也不愿意 但他的后代就是科学家 就是化学家工程师了 人类的进步的方式 就是以大家一看着 比如说很衰败的 有些地方衰败 有些行业衰败的方式 人类就是这样进步的 比如说如果中国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功 中国就完了 什么什么 这我们广告之后再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一听就犯错误了 什么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成了 就完了 中国正在经历城镇化 马克思早说过 城市是文明的急剧 人必须到城里来 他会更文明 这个社会他会更繁荣 经济也会更好 你发现城市越大 人越多越干净 城市越小反倒越脏 为什么 因为城市是一种节约 它实际是一种契约的 所以说 所以说中国现在 就是最伟大的东西 就是城镇化 因为你在村里边 有本事没用 比如说你会给人擦皮鞋 村里边没有擦皮鞋这种工作 一年就擦一双 城里就专门靠他皮鞋就活着 因为城里人工作更多 而且他交往的密度更大 交易的密度更大 财富创造的速度就更快 所以说 中国农村的人必须都进入到城市里来 如果你建设新农村成功 那表示还可以 还在村里待着 那我们就不会进步了 还有说看得见乡愁 先得进了城才能乡愁 老在村里待着哪有什么乡愁 村里是 不过这个从环保问题来讲 最近很多年大家也在讨论 很多做生态学的学者都在说 过去几年 大家长期以来 一谈环境问题 一谈绿色运动 想象出来那个画面 就是一个美好的田园风光 就觉得城市是一个万恶污染来源的象征 但其实不是这样 城市才是最能够环保的一种生活 基于形式 你想想看 它那么的密集 就表示其实是节约了许多的人员运输 各种人员生产的成本 你比如说你如果农村 想享受到非常好的生活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有时候旅行到一些国家 你看到人家农村真漂亮 真干净 比如说日本 它背后代价是很昂贵的 它因为农民少 对 但是你看就在那样的地方 如果你那么偏僻的农村 我都要把电网送到那 我工男要到那 铺这条路多么昂贵 这成本多高 然后那还要有一个定点的班车 那个定点班车 可能每个小时都没有两三个乘客 那是多么的污染 多么的人员的耗费 所以其实住在城市 才是最节约人员的方法 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 你说到这个 比如说像中国经济 像我们能不能够像做到 像美国那样子 将来那么转型 比如底特律 它衰落了 但是问题西雅图崛起了 它有好几 它那个城市是看到 是不同工种的星体 那现在中国的问题 就是我们看不看得到 这个东西起来 就中国这个能够崛起的什么 另外就刚才我们讲到网店 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 完全取代零售体验 这过去几年 很多研究零售的人 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就像刚才王老师讲 往体验型消费发展 那你如果中国到今天 比如说举例子 体验型经济起来 必然要被取代的 就是我们现在 那么大商场 大商场没有什么体验给你 它就是提供一个购物的方便 这种购物的方便 你随便上一个网页 两页 它提供的商品 比那个商场提供的还多 我干什么要去那个商场呢 但是假如说有一条街道 规划的很有意思 很有地方特色 然后我在这边逛 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然后有些小店 这边卖的东西 跟别人不一样 里面整个服务 整个流程跟别人不一样 我享受这个过程 我来 好 现在问题来了 就拿北京讲 不拿全中国 北京现在还有多少 这样的地方 现在北京是一个 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的街道 本身就不太吸引 被改造了 因此你电商一来的时候 你打击当然很大 就你如果街道本身 你比如说你去巴黎 巴黎人不太网购的 他干嘛网购 我逛街多爽 对不对 你懂我意思吧 你城市本身是这个样子 我都不愿意上街了 那往后是 王老师 你说这个中国的城市 它美丽吗 它难看吧 中国这个 就是我们经常说吧 风景美丽 自然最美丽 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美丽 就是高楼大厦 大家拥挤的在一块 这个本身就是美丽 它不见得只有什么田园风光啊 才想 你还有啊 这个电商带来的 人家说一个是税收问题 假货问题 我不提假货 假货是对中国制造的忽命 那比如说你在街上 你买了个二维包十块钱 你买的时候就知道 它不是假货